卖独还猪 春秋的时候,楚国有一个卖珠宝的商人。 他特地用名贵木料做了许多好看的小盒子,盒子还会发出一种香味。 这个商人把珠宝装在盒子里面,衬托的珠宝更加好看了。 有一个郑国人看见装宝珠的盒子既精致又美观,就花了很贵的价钱买下一个宝石。 接着他打开盒子,把里面的宝石拿出来退还给了珠宝商,然后拿着那个特别好看的盒子走了。 后来,人们常常用买毒还猪来形容人没有眼光,舍稳猪末。